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雪 小雪 你看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她就是一家庭妇女 我现在最后悔的 就是那天晚上放过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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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 把梁秘书带上去 禁闭十天 再给我派两个人在这看着 这几天夫人不能会客 也不能出门 是 还原 执行命令 来 放心 快看 快看 出大小姐又想男人了 你怎么又来了 我是宪兵藤的寄要秘书 来找司令的夫人 夫人今天不见客 梁秘书呢 她也不能见客 为什么 为什么 是不是关禁闭了 这么说司令夫人也被禁足了 对不起 真的不能跟您说太多了 车 真是只狐狸 她这是在将我的军营 那这些黄金怎么处理 还是不要无故远主的好 张主长 您先保存起来比较好 主长啊 陈王远都不着急这样 咱干嘛那么着急还他呀 不要不是更好 那你的意思 是一人发你们一个人 是吧 不是不是 主长 我的意思是 废话 那主长 那仓库里的硫磺怎么办 她要面子 我就给她租了她 但是我给的面子 她要想圆了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好 陈司令 冒昧打扰真是不好意思 知道冒昧就不应该来 我错过背头 当然 说吧 什么事 是这样的 前几天的误会 张组长觉得很遗憾 本来想亲自登门道歉的 但是最近公务繁忙 实在是抽不出空来 可是心里又记挂着夫人和司令 所以她派在下先来 以表诚意 知道了 这个张持 诚意是靠说的吗 是啊 林桑部长说的是 我们组长怎么可能不知道 诚意是要有行动的呢 关于那些东西 本来要交给夫人 想必夫人还在生我们的气 不肯欠我们的人 所以组长让我来直接见仅司令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如果张组长为难 我给他出个主意 要么交给他的上级 要么就自己留着 我还不至于这么小气吧 因为这么点小东西跟自己人过不去 是啊 陈司令宽宏大量 我们张组长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其实那些东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 张组长说了 他也不是负责追查这些事的人 为了这个让司令和夫人生气 他也是后悔不已 还请司令多多担待 至于那些东西嘛 就由小的负责奉还 您要是坚持不要 可就实属是为难小的了 行 那你给夫人去商量 我不管这些小事 等等 你转告张组长 我们这人手繁忙 让他派宪兵团的人把那些药直接送到军务处 怎么着 你给军务处打个招呼 让他们负责接收 司令 东西是夫人的 钱也是夫人自己垫付的 我看就先交给夫人 让夫人自己处理吧 是啊 不是 陈司令 这样岂不是让夫人怪罪我们吗 他一个父到人家搞了这么多的事 我还没怪罪他呢 你们要是不想把它交给军务处 那就留给自己用吧 你还有什么事吗 那那些黄金呢 对了 黄金 给夫人吧 给夫人吧 你看那都是他的私房钱 还是让他自己留着用吧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 我就不了你了 是 那 那 那我先告辞了 走 好啊 真是好啊 不愧是陈怀远 我怎么想的 他都看透了 族长 您说会不会是他用的障眼法 表面交给军务处 之后再转给他的夫人 他不会的 那个老狐狸心里很明白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他 他不会为这点东西而冒这个险 那 那这条线不就断了吗 那有什么办法 谁让我一开始就错了 是啊 他不会有什么人 那不在买来的 他不是有什么样子 他不会是在买来的 他不会是在买来的 那是咱们去买来的 他不会是去买来的 他不会是在买来的 我说有什么样子 被你找到买来的 它没人 老爹 老爹 来啦 老爹您在呢 走着就走了 你看这宪兵团前门后门都放了上 进进出出的也不方便 莫去拿您这儿当个借口呗 朱大爷 我听说张池他又放了空泡了 没怎么着呢 有夫人在前面挡他 他敢吗 行了 老爹您忙吧 那我走了啊 老板 喝口水 老板 喝口水 老板 老爹 哎呦 丫头你怎么来了 林曼我刚走 哦 老爹 我想请您点事儿 哎呦 楚大小姐 您在宪兵团里都是想干嘛就干嘛 还有事儿求我啊 我也有办不成的事儿呢 说什么事儿 我听说梁东哥被陈司令官禁闭了 嗯 所以 我想去看看他 啊 你 你想看梁东哥 好好好 那今天晚上我去看看 把情况谋清楚了回来我才告诉你 真的啊 那我就等您消息了老爹 好 哎 老爹 您这儿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行 那我就走了啊 唉 大不去养活 这哪儿的不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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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鱼怎么卖呢 不卖了 为什么呀 怕我给不清钱啊 假的有急事 哎 你怎么做生意呢 这么多鱼你就不卖了 这么多做生意啊 哎 别动 别动 这哪条 挺好的 多少钱 一块 哎 算了 拿着吃吧 哎 好 这把手机 好 有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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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 什么 报出哪个情报 好 情报上说什么 梁东哥和王玉玲搞到一批硫磺 想送到对岸我们的部队去 可是被张池解惑了 硫磺 南方天气潮湿 我们的战事啊 大部分都是来自北方的 不适应 大部分战事得了借创 上次吴处长 郭江来的时候 无意间说过这个事儿 一定是张高参听说了 告诉他 那梁东哥和夫人怎么样了 战事还没有什么事儿 只是被关禁闭了 梁东哥和夫人 一定是为了调解陈后远 与我们的关系 才冒险登了这些东西 想送给咱们的 这会儿被张池一搅和 下不来台 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发展 不是起了反作用吗 是啊 你说的对啊 爆春鸟说 张池想把这批硫磺 送还给陈怀远 陈怀远只是让他们之间 送到军务处去的 陈怀远一定是知道 张池不按好心 所以才不接这些东西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志芳啊 既然梁东哥和王玉玲 想替陈怀远是好 那我们就领他的情吧 再说 我们的前前部队 也需要这批火 咱们结了这批火 对 这叫将计就计 来来 走走走 这样啊 志芳啊 你想办法 找机会 和梁东哥见上一面 要他不要侵略 告诉他 我们集了这批东西 一 是要告诉张池 我们地下党 不是好惹的 让他以后少使坏 二是呢 也要让陈怀远知道 我们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他的那些反共言论 我们不计较 给他个台阶 让他下台 太好了 我今晚上就想办法 去见梁东哥 嗯 苍核的位置在郊区 对我们很有利 我下午就让小马 去联络人 好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好 具体的时间 还要等爆春鸟的情报 太好了 志芳啊 我下午要进城一趟 开个会 家里的事啊 你就多留留意 小马还年轻 干事毛毛棱棱的 你多待待他 是 宿连长 宿连长 你的信 是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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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兵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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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练长 给 拿去吃饭 谢谢 四练长 你们先回去休息 有事我叫你们 好 去吧 进来 什么 江参谋 梁明总 你们现在不止放手 好 指方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你一走 我们的线都断了 我都听说了 暴春鸟 已经把你们的情况 都告诉了我们 我来 就是商量这批流黄的事 太好了 见到你就好了 指方 你说那个暴春鸟 是不是个女的 她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东哥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有纪律 为了她的安全 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也不打听她的情况 好 我明白了 对了 她说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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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兄 哎呀 老罗 这个情报用得太低势了 请坐 我会尽快地派人过江去 还有 报纯鸟这两次送情报的时候 急切地要求安排见面 他说关于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需要请示汇报 这个情况我很了解 他一个人在仙兵队里头 孤军奋战 这很危险 也很艰难 现在的局势变化很快 情况又很复杂 你不用担心 我会尽快安排他 好 这我就放心了 说实话 我也想见一眼报纯鸟同志 我很钦佩他 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同志 会见面的 会那一天的 前几天我刚刚参加了工作会议 上级有明确的部署 如果不出意外 下个月底我们将实时终将 这把我当成小喽喽 大事不让我管 让我宋冯奋跑腿的事想起我来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又怎么了 受谁的磨捣戏了 你说的对 我这个团长在他张池的眼里就是个屁 还不如他手底下那两条狗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还不就是因为王玉玲被扣东西的事啊 那事要找也得找我 他为什么要找你的麻烦呀 这麻烦 你们都是他娘的有后台有背景的人 他敢欺负你们吗 他也要就看我好欺负 他欺负我 把狗屁拿着鸡毛当令箭 非得跟着陈司令那儿杠着来 最后怎么样 还得乖乖的给人下软蛋 乖乖的把东西给人送过去 这么说 他们把东西送还给司令夫人了 他倒想了 陈司令见都不想见哪 让他直接就把东西送到部队医疗处去了 这个传货坏我的事 你说说啊 就是那天 他把你们关到会议室 怎么着 没他的命令 连我这个团长都不能随便接 行 好啊 你不把我当团长 你就当没我这人好了 惹得一身骚了 让我把东西给人送去 合着跑腿送东西 看人摆耳的事 就我楚丽安一个人受着 什么也是堂堂的谢兵团团长 让他上去 行了 行了 我就说你平时太窝囊了 他是看准你了 你别理他 你干嘛自己亲自去啊 随便派几个人不就行了 对 没错 你这样行吗 你看看 我就见不得你的窝囊样 有什么不行的呀 告诉你 从今往后 你绝对不能他让你忘东 你就不敢忘西 那他还不吃定你 你呀 你得让他明白明白 事情可以办 但是规矩得拟定 行 我听你的 这还像个男人 行了 别生气了啊 顺顺顺 饭都易做得了 吃饭去 快点 吃饭 他让你什么时候送过去 你准备派几个人呢 随便派几个就行了 来 你吃这个 拿上去 看好了吗 阿哥好嘞 好了 马上抓 是 开车 走 走 走 郭主任 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 祝福大家动作一定要快 慢了对我们可不利啊 还有啊 千万不能让对方开火啊 那样会对系到屋子的安全 放心吧 都已经说过了 去吧 好 哎 注意安全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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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郭主任 怎么样 就这几个同志受伤了 快去给他们整一下伤口 好 郭主任 太好了这么短时间内搞到这么多铝黄 治病和故障害药的问题都解决了 要感觉小干事组织命中人来帮忙 要不然得没那么顺利啊 主任 都办完了 好 我休息完以后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好的 好 好 来大家快点 好 好 我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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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好 我不想听解释 我要知道硫磺什么时候送到 应该马上就到了 组长 组长 车到了 谁现在都能帮我去 把我说清楚 对不起 组长 楚村长的车回来了 硫磺送过去了 没有 什么 硫磺被劫了 我们的人都 都死了 报告组长 这些尸体 是在西郊芦堂边的公路上 被一个渔夫发现的 他报告了当地警察局 警察局组织人 才把尸体和车动回来 这些人都是兜伤逼命 没有枪伤 没有 张组长 没有枪伤 会不会是普通的抢劫 他们不是没有枪 而是不用 为什么不用 因为要保护硫磺 不受损失 这些人真够狡猾的 好 很好 楚村长 我还在问你 这次押育的 你为什么不跟着去 张组长 你想把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是吗 让老妃一个人去管个蛋一碗 我不认为你白白去送死吗 我不认为你白白去送死吗 你要是知道这件事这么重要 你干嘛自己不亲自安排 我还认为是你安排好了 让我当七岁羊的 这要是上我给老子的死命了 老子就是死也认了 可是你没废里让我亲自去啊 什么事都不跟老子商量 老子知道个屁 你等等 我要知道这件事有被劫的可能 我就是把整个宪兵团都派上去 现在出了事了 你想起我这个团长来了 让我负责了 哈 老子不干了 主力人 你 你什么你 跪一边去 你什么你 你什么你 一会儿到我办公室去 不要告诉任何人 是 快快快 把人买了 硬的 立言 又有什么事让你生这么大的气啊 那批硫磺被劫了 争持他拿我出去 王八蛋 把我宪兵团都翻个底朝天了 他欠着谁不顺眼就抓起来 抓起来以后就毒打就审问 我宪兵团这些弟兄们 个个都人心惶惶 他一点面都不给我留 他不把你放在眼里 你又不是才知道 这次的事让他失了手 他肯定是没有面子的 你呀 就让他跳动去吧 让他跳动够了 他自然会来找你的 得得得 他还别找我 找我作为没好事 我还唠一个清静自在呢 你这个人呀 年轻的时候你就闲不住 你要是真能这么想啊 那倒是我的福气了 碧眼 我真的怕你又气又累 没回来身体 那我怎么办呢 你就是为我想 也要保重身体 不该生的气 咱不生啊 慢了 以后呢 我就听你的 你不用听我的 心里有我 就行吗 多免允养 你还我 试试试试试试 你别再看我 你都希望他 你别再看我 好 好 你 行了 这次她是得意了 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谁让我们丢了人家的东西 你到市面上找一匹小流氓来 我们人手不够 找他们干什么 现民团有老鼠 而且是只大的 李文不是一直忙着监视吗 他在明处 这回要另下一组药 那一帮小流氓没经过训练能行吗 别小看他们 他们干的就是这个 而且这生面孔连装都不用花 可是他们靠得住吗 对这种人没什么靠不靠得住的 他们认的就是这个 这是监视人员的名单 楚团长和楚秘书也要监视吗 我觉得楚秘书 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我说过了 这个时候我们谁都不能相信 是 所长 包子了 新鲜包子了 主持人 站住 包子了 快 别跑啊 别害怕 我不是来抓你 是来给你送钱的 不是 给我送钱 对啊 走 咱们那边说 不不 那 那 这 终于堆里怎么办 让他帮你看着 我 老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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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最近过得怎么样了 不是 送我活了 这样 我帮你找个事干 帮我盯一个人 老总 你是这样的 我家有一个生病的老母 我得照顾她 所以这忙呢 我帮我聊你 老总 你别生气啊 来来来 喝喝喝 喝酒 来 嗯 你呢 帮我多找几个人 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 看见没有 这些都是你的 但是有一条件 具体盯什么人 明天我会告诉你 是 你是要这个呢 是要这个 不是 老总 这个我就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老总有东西啊 包在我身上 好吧 来来来 喝一杯 来 老总 来来来 包的干啥啊 来 喝喝喝酒 没太浅 算了吧 出去啊 我要出去买菜 大门口什么时候来了一群的野狗啊 汤来了 好 来来来来 好 李安 嗯 你发现了吗 县兵他门口进来了好多的便宜 香雪好像也被监视了 不会吧 有什么不会的呀 我早就觉得他可疑了 万万 我说你呢 你别胡思乱想 再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 香雪也没干对不起你的事 哼 没少干吧 我跟你说吧 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了 就拿这回刘皇被共军劫走这件事来说吧 你说说是谁干的 还有 你不觉得他整天在神神秘秘的 总是一个人处处入入的 一个大姑娘 整天待在军营里 又惊守着电报时 这么机密的部门 这么机密的部门 孟儿 这 要是这么说的话 你身上啊 也有一大堆毛病 你看 俗话说得好 人看人起疑 就什么都有问 也是啊 怎么了 没事儿 吃饭 谁 我 你灭所 这么晚还没休息 没呢 我出来看看 最近宪兵团里面乱糟糟的 我提醒你啊 不许再赌钱喝酒了 如果让张组长发现 可饶不了你 是 最近都不敢了 如果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 要及时汇报 是 我再提醒你一句 即便是宪兵团里的人 如果发现情况可疑 也不能放过 张组长怀疑咱们这儿有老鼠 谁要是逮着了 谁就是公臣 谁就是公臣